防守队员的脚步移动 来 做个演示 然后防守队员慢跑回去 进攻队员传回去 变成防守队员 停 停 这个要点 防守的人始终要身体面对着球 这样随着球的方向移动 你再调整 你再变换 这是防守的非常重要一点 无论是进攻球员还是防守球员 对比赛的控制都是最关键的 最高级的防守过程 应该是把对方纳入自己的防守思路 逼迫他只能按照你所规定的路线 前进或者后退 亚当斯这一次成功地防守了奥特加 尽管大多数时候他都很难完成任务 在训练的时候 就是要让队员建立这种意识 用简单的脚步移动 完成压缩空间 封堵线路的工作 很好 传好球 很好 传好球 靠近 再靠近防守点 再靠近球 很好 上身 再放松一点 上身 上肢 再放松一点